行情變化好快 往往一天或一個禮拜之內 一檔個股豬洋變色 怎麼選股呢 行情如果瞬間有轉折 到底要怎麼樣選對邊 免得被多空雙八 我們就以今天 法說會公布了最新消息 一好一壞 好的在智元 智元公布了第三季的獲利 五點九九億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百分之八十三點三 EPS賺進了2.4億塊錢 不僅第三季不錯 預告第四季的營收 還會再比這一季增加的 1到3%左右 而且明年第一季 還有機會再成長 就是智元 旺宏就沒有這麼好了 旺宏公布了第三季的獲利 25億元 但是跟去年比起來 腰斬了 減了百分之五十四 EPS還有賺 賺進了1.35塊錢 但是第四季能不能再賺 不得而知 因為這一次的法術會當中 調降了今年的資本支出 降了106億元 什麼概念呢 比上一次預估的調降的幅度 超過了三成三 百分之三十三 最近的個股 以最近的望虹來看 還在跟季線拔河 智元公布的第三季 營收表現不錯 之後展望也不錯 今天連續兩天 把月線給站穩 今天出了一個量 但是股價有機會轉折嗎 林中我們要請您上談來 行情變化這麼快 有時候財報的利多 還不見得漲 所以怎麼樣在行情瞬間 轉折的時候 判斷我要選哪一邊站 對 現在的行情 真的比較亂一些 那所有的利多跟利空 最後都會反映在價格上面 那價格當然就是K棒 所以我們今天會教大家 你怎麼利用簡單的 那個開高低收 你就可以去找出 進出場的位置 OK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主題叫做豬洋變色 他什麼意思呢 他這個意思就是說 這個格局突然被逆轉 你說本來是偏空 突然轉成多方 或是本來偏多 突然掉下去 那我們的做多條件 大家記一下 我們以前有講過 但是可能大家都忘記了 就是當這個季線 這個很重要 就是60天的平均成本線季線 我們的收盤價在季線的上方 而且他要正在上揚 正在上揚 那光是這個第一個條件 你目前這個兩三千檔股票 就不太好找 對 不太好 但是還是有 這第一個條件 那然後呢 我們也不要追高 我們要等什麼 等最後一根黑棒 例如說當天是收黑棒 所以是開高走低 或者是開低走低 要收黑黑棒 對 不管怎麼樣 就是你在季線上方 開始轉落了 那出現黑棒 你會買這種股票嗎 不敢啊 不敢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會不會是第一根 但是因為第一個條件 它是不是符合 強勢股 強勢股拉回 強勢股拉回 對 它翻成白話文就這樣 強勢股拉回 所以它的高點就很重要了 因為如果在明天或是之後 它被人家突破上去 那是不是代表 最近出現的黑棒 都是無效的空方 那多方就會有機會了 所以它就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所以做多條件是這樣來的 OK 做多 符合做多條件 強勢股拉回 隔天開盤 突破了黑棒的高點 做多 OK 好 那做空的條件呢 那做空的話就反過來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邏輯大考驗 就是第一個 收盤要在季線的下方 是 然後季線正在往下彎 這是強勢 收盤跌破了季線 季線又往上彎 代表是弱勢股 對 弱勢股 那第一個條件 大概現在有可能2000檔股票都符合 就是季線都是往下走的 而且在季線的下方 OK 好 季線下 然後呢 當天是收紅棒 那我們說 第一個條件 剛才不是強勢股嗎 所以這個就變成弱勢股 所以這是強勢股拉回 這是弱勢股反彈 弱勢股反彈 那因為現在的盤 因為真的彈不高 所以你就要記得 紅棒出現了對不對 那你就要注意 我們剛才黑棒不是看它的 高點被突破就要做多嗎 那反過來就變成紅棒的低點 如果被跌破 可能就會再往下一段 OK 一檔個股 它往下跌 而且是在季線之下 如果它有一天開始反彈 出現了紅K了 隔天開盤 跌破了這個紅K的低點 做空 做空 對 那如果還是很抽象的話 我們例如說看台積電的K棒 我們應該就會很清楚 好 來看一下台積電 到底現在要做多還做空 我們把畫面稍微放大一點好了 台積電 第一個我們先找季線 好 季線 SOP 季線之下 而且季線往下 對 那季線是不是紫色的 對 季線之下 我們把它畫出一點 季線的下方 從很久以前都在季線的下方 那我們說季線下方的紅棒 你看 例如說簡單看10月份就好了 這是不是都是黑棒 黑棒 黑棒 我們就不管 那這是不是紅棒 所以這是不是最後一根紅棒 OK 這種十字線也算啦 也算 只要它是紅色的 OK 那你把它的最低點畫起來 來 我們游標來移下來 對 所以這一天 這一天的低點大概是在447塊錢 對 所以你看10月6號的低點是447 對 447 那之後如果有比它低的話 你就可以偏向保守的放空 那你看這一天 隔天是不是就開低 開可能沒有比它低啦 那我們把游標移過來看 來隔一天 隔天是10月7號 開盤價448塊錢 48.5是不是沒有 但是盤中一定碰到 因為它當年是一根黑棒 所以這個447這個位置 你這邊就可以空了 那下去下去你就等 那這一邊你看是不是比這個前三根的高 我們的出場 因為最近要做短一點 所以你的空單 如果突破前三根的最高點 你這邊就可以先補一次 所以你大概賺到這一點點的這個價差 這一點點大概就快要450塊錢 到25塊錢的價差 不只25塊錢的價差 對 就大概二三十塊 那一樣最近的空點在哪裡 其實一眼一眼就看出來 是不是在這邊 這根紅棒 紅棒的低點 紅棒的低點 當天是386塊錢 隔天的開盤盤中有跌破 那個低點繼續空它 那我們看隔天有沒有破 應該 是不是沒有 對不對 這兩天好像都沒有 今天才有 因為今天一開盤 開盤就比這個位置更低了 OK 對 今天的開盤就比這一根要低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一個珠洋變色的看法 OK 所以你要按照這個規則紀律 你就要穩定的持續進場 會比較好一點 這一波就有空間了 你如果在這一天 比如說這一天已經跌破了 跌破這一天進去 然後隔天 這一天已經突破了前三天的高 就賺到了這一段 就賺到這一段 對 對 對 了解 好 台積電 我們再來舉例 到底一檔個股 在瞬間的行情 珠洋變色 也就是本來朝多方操作 突然現在轉為空方 或者等來是弱勢股 現在轉為多方 怎麼操作 南亞怎麼示範 對 那我們在兩三千檔裡面 撈出來 大概不到十檔 那這個1303 南亞它是符合的 第一個這一條是紀線 這是符合做多還是做 做多 對 這一面都是符合做多 那上方是南亞的日線 那這一條是紀線 那我們看到 最近他大概稍微打了一個 像是一個小底 那今天在紀線的上方 OK 而且是紅色的 OK 而且是黑色的 對 對 對 那黑色的高點 我們就注意 這個下半週 如果有碰到這個高點的位置 突破的話 它就是一個珠洋變色 因為基本上 它在紀線上方 是一個多方的股票 那多方拉回 所以它只要突破它過高 我們就可以去買進它 OK 然後什麼時候賣呢 那一樣 如果你買到 它真的往上走 對 往上走 你就去釘 它跌破前面三根 你大概就要先走一次 對 跟我們剛才放空 反過來就好 是 好 所以符合這樣的條件的 南亞科 群創巨陽跟遠東芯 這幾檔都符合 好 這是符合偏多操作 記得訣竅嗎 第一個是強勢股的拉回 怎麼定義強勢股 在紀線之上 而且紀線是往上的 如果看到黑K當天開高走低 黑K的高點 隔天一開盤有過 去追它 追它 OK 好 這是偏多 偏空的符合條件有誰呢 對 那偏空太多了 我們隨便舉幾檔 例如說這個開發金 一樣 那很多金融股 大概都是在紀線的下方 但是它最近反彈 今天反彈了 那這個一樣 它沒有破前面幾根的低點 那紅棒 紀線下方紅棒 那我們就要注意 它的低點 今天低點就把它劃起來 是 如果之後再碰到的話 你就要留意 它就是一個空點 OK 那反之 如果還是一直往上走 一直往上走 它就是一個弱勢反彈 我們就不能亂空 因為亂空 可能會受傷 因為畢竟是跌深的股票 那就要特別留意 那除了它之外 像其他像這個中華店 像這種中華店 這麼股性 這麼溫 這麼牛的 也可以用這樣子的 一個操作策略嗎 只要有K棒 都可以用這個方式 例如說期貨選擇權 股票 ETF都可以 OK 好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景碩 因為最近大家在講 這個PCB 尤其是ABF栽辦租區 底子這麼的好 但是在股價最近 這底到底打不打得出來 如果要做景碩的期貨的話 我們做它 那你看 宅板三雄 最近都漲得都差不多 就是一個打了一個底之後 慢慢的往上升 那它的反彈 目前還沒有談到 季線的上方 所以原則上 還是定義為 是一個空方的反彈 季線之下 季線往下 都符合了 對 那今天是紅棒出現 你就要注意啊 其實上一次的紅棒出現 是在這一根 這一天 但是你看 是不是都沒有跌破 這個位置 我們把它畫起來 除了都沒有跌破它 代表它是一個 還算一個強勢的 一個震盪偏多 那目前又出現紅棒了 所以我們就把 這個空點移動 往上移動到這個位置 後面如果破它的話 你就要留意 可能這個反彈就結束 OK 好 所以其實上一次最好空的地方 是在這邊出現了 季線的下方對不對 對 紅棒 所以第一點 我們把它畫過來看 是 那這個位置是最好的空 空它你看喔 一直到什麼時候 一直到股價開始 突破了前三天的高點 對 大概是這一天 大概這個 所以你就賺到了這個的空間 就會有一段 太好了 謝謝林中 請先回座了 我了解了 所以如果行情 珠洋變色的時候 什麼樣符合做多的條件 季線非常的重要 收盤站穩季線 季線往上代表強勢股 但是當天要收黑 代表強勢股拉回 如果黑棒的高點突破了 隔天就可以去追它 反而言之就可以去做空 今天也舉例了幾個條件 給你做參考 手腳可能要很快喔 紀律也要非常的嚴謹了 不過我們又說 最近大排在震盪之際 無人機又開始 受到大家的矚目 為什麼呢 國際之間 最近非常的不平靜 俄乌戰爭無人機 這一次大棒異彩了 不僅僅戰爭喔 世新老師告訴大家說 這無人機不僅用來做武器 還能夠送餐 還能夠用來求婚 所以商機有多大 誰真的在做這些概念股 休息一下 我們稍後告訴您